下雨天 天气变得凉凉的 猫咪就睡得更香了呢 现在它就睡在这个门口 门口有风徐徐吹来 随时都觉得很舒服 凉爽 这是我的可爱宝贝 阿娘 看我在这边讲话 它依然可以睡得非常安稳 漂亮宝贝阿娘 哎呀 耳朵动一下 阿娘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今天依旧是下雨下了一整天啊 现在还在下猫猫雨啊 看热热啦 连续下雨的关系天气也慢慢回凉了 肉肉要开始逆袭咯 网络上含肉又开卖了 今年比较没有像以往那种 有非买不可的冲动啊 因为肚下伤亡名单第一名就是寒肉 所以我今年啊 一定要管住手 就算要买也是慎选啊 也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采购啊 因为真的很伤荷包啊 我还是觉得说像这一盆 鸡秋里 这是我从阿伯那边买小三寸一盆 然后慢慢繁衍 繁衍成这么大 然后还有另外两盆 也是这么大 我觉得这个吸皮值超高的 心里也比较舒服啊 玩叶鸡秋莉虽然变丑了 但是还活着 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啦 塔摩鸡秋莉呢 努力富裕中 不知道各位 有什么计划呢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啊 大雨小雨一直下一直下 今天都没停过 但是刚才巡视这个 这个我的维多利亚龙蛇栏 你看看 它旁边 居然长小侧牙了 而且一长还是两颗哦 两颗小侧牙 也太厉害了吧 这个是养了 大概 还没有一个月哦 CP值也太高了 一直淋浴一直淋浴 不管大小 我都让它录养 太开心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一盆 会要变成光感司令的女女星 这是我的小老妆啊 你看它刚好是一半 我在猜应该是这边直接受光比较严重啊 给你们看仔细哈 你看 像这些杆子 下面有的是还好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 上面都干枯掉了 你看这些都干枯掉了 那这个是还好 像如果这干枯掉摸起来 整个扁掉了这种 都要把它修剪掉 然后像这边你看 它还长有一些叶片的这种 这个都还有机会逆袭 你看 已经慢慢开始在小头乱钻了 其实这个老妆的姨女星 我已经养了两年半有了 今年算是第三年度下 这是它最惨的一次啊 往年都还是整盆都像这个这样子 还有一些残存的叶片 今年整个一半 但是因为下面这个杆子还好 不知道会不会逆袭 我今天就来整理一下 这盆可怜的姨女星啊 那我刚才又很仔细的检查一遍 这一颗可能已经不行了 因为它干枯的部分比较多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先修剪一下 把这个干枯的都剪掉 因为多肉很奇怪 你如果它有一些坏掉的 你没有剪掉的话 它即使残存的那个好的地方 也不会长 看一下 像这个黑掉这个就都不行 这个整个都不行了 所以我在拆 这一颗应该不行了 不行了 就直接把它挖掉了 这一根杆子虽然是好的 但是还是整个把它弄掉了 然后这些土都还可以用 所以就敲一敲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老死 因为反正它就是挂掉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行的 那至于这个呢 因为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这一根是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修剪一下 就只有一根一半 一半炒的一大块了 都坏掉了 坏掉了 都坏掉了 其实它真的会 被死掉了 哎 羊了三年了 这边就空一块了 这一块就等着天气回凉的时候 再看到漂亮的姨女心 再买回来补这一块 目前就是这样了 哎呀 丑死了 这是我的姨女心 其实养肚肉就是这样 损兵折将在所难免啊 心要放宽了 毕竟这是一个蛮休闲的事情 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来吧 像这样子 把那些坏掉整理完 我们就趁着天气凉爽的时候 一样给它施一点肥 那这个呢 一样是跟上次一样 就是我们那个有机肥 上面那些那些水 用一点点 然后再加水稀释 不要用的黑的 因为浓度太浓了 植物很容易挂掉 然后趁着天凉的时候呢 给它施点肥 因为它正要逆袭 需要养分啊 那多久一次呢 像这样连续下雨 可以每个礼拜都一次 但是一定要薄肥多施 不要贪心一下太多 一下太多 它真的就是黄叶 然后整个会烧根 会挂掉的 然后天气凉爽的时候 施肥 它如果吸收的好 真的是会长得蛮快的 到时候再给大家看看 我这盘 我这盘 银女心 蜜蜜蜜的样子 你们可以赶快给多肉吃点肥哦 因为蜜蜜也是需要养分的 好了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银女心就整理到这里咯 虽然它变成光感司令 但是我们处理好了 就等着它逆袭变美咯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